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度排名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瑞士旅游十大必去景点 瑞士 这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国家 被誉为世界的无几 瑞士以其壮丽的阿尔卑斯山脉 澄清的湖泊 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世界一流的手表和巧克力而闻名 它是一个具有浓厚历史感的地方 少些向欧洲其他大城市的喧嚣 却宠辱不惊地平和 以下就是瑞士的十大必去旅游景点 排名第十的是日内瓦水滩泉 Jat Doe 日内瓦湖上的这个水滩泉 是日内瓦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水柱可以滩到140米高 从老城区的圣提埃尔大教堂塔顶 可以一览湖光山色与这一壮丽景象 当地的咖啡馆 餐厅和酒吧 都将是欣赏这一美景的好去处 无需门票 可任由游客自由参观 排名第九的是刘森 Lucene被称为瑞士的桥城 主要景点有卡佩尔桥 卡普普拉 狮子纪念碑 刘森湖等 卡佩尔桥建于1333年 曾是欧洲最古老的游顶木桥 后来部分被火焚毁 现仍保存有部分原始构造 狮子纪念碑则是为了纪念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战斗中牺牲的瑞士卫兵 去刘森 可以参观这些历史的见证者 也可以承传在刘森湖上欣赏壮丽的阿尔卑斯山景 门票 狮子纪念碑免费 卡佩尔桥免费 排名第八的是苏黎市 Zurich 瑞士最主要的国际城市 以其金融中心和高品质生活享誉世界 半日游可以游客浏览到豪斯山 Youtelberg 观景台 林德霍夫广场 滋谱饭湖 庄园小镇等景点 门票 大部分旅游景点免费 部分博物馆或观景台需要门票 价格大约在10至20美元之间 排名第七的是少女峰 Youtelberg 位于博尔尼高地 与爱格峰 松女峰 并称为阿尔卑斯山的三大名峰 这里有欧洲最高的观景台 海拔3454米 可以欣赏到壮丽的冰川 高山景色 乘坐少女峰铁路 游客可以直达少女峰之店 门票 成人票价约为200美元 排名第六的是卢塞恩 Lucern 被誉为瑞士之口 这里有美丽的卢塞恩湖 瑞士运输博物馆 以及覆盖着冰雪的皮拉图斯山 MT Pilates 游客可以乘船游览卢塞恩湖 也可以乘坐世界上倾斜度最陡的齿轮火车 直上皮拉图斯山之店 门票 成人票价约为20至40美元位于 排名第五的是秦湖 Lake Geneva 是瑞士境内最大的湖泊 与法国共有 游客可以在那里体验划船 帆船等各种水上活动 湖畔的城市有日内瓦 洛桑 维维等 门票 自由参观 游船根据线路与时间 票价大约在20至50美元之间 排名第四的是格林德瓦尔德山区 Grindlewald 坐落在美丽的博尔尼高地 被誉为阿尔卑斯山的徒步圣地 这里的冰川峡谷 瀑布 湖泊 高山 无不令人震撼 在这里可以进行徒步 攀岩 冰川观光等多种活动 门票 景区多数免费 部分景区或活动需要付费 价格在20至50美元之间 排名第三的是马特洪峰 Matterhorn 也被称为瑞士的象征 位于瑞士与意大利边界 海拔4478米 这座尖锐 孤独的雪山 是瑞士最有名的自然景观之一 在奇门塔特山的卡林迈特尔景点 可以欣赏到最完美的马特洪峰被山景 门票 成人票价约为100美元 排名第二的是博尔尼 Burn 瑞士的首都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古老的城市保留着瑞士传统的特色 游客可以参观联邦宫 资尔格洛克勒时钟塔 雄园等景点 门票 部分景点需支付门票 价格在10至20美元之间 排名第一的是圣莫里茨 ST Morris 全球最著名的滑雪圣地之一 曾两次举办过冬季奥运会 游客不止可以在这里享受滑雪 还可以去体验马拉松 翻船赛 马球等各种活动 一定要尝试当地的美食 例如雪鱼塔塔 瑞士乳酪火锅等 门票 滑雪场票价约为60美元 不同活动收费不一 以上就是牛津大学出版社 公认的瑞士十大旅游景点 注意 这些仅为参考款项 具体收费可能会根据季节和游览项 进行调整 是否需要再详细介绍鸟运营如 详细介绍排行榜第一名 也就是圣莫里茨 请详细介绍 圣莫里茨 ST Morris 被誉为世界顶级滑雪圣地 是瑞士意大利语区的山谷度假小镇 常年繁华 聚集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下面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景点 地理位置 位于瑞士东南部的格劳宾登州 库尔东南 温和河谷上游 这里的海拔1856米 四季阳光充足 宛如世外桃源 旅游资源丰富 这里拥有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山和湖泊 欧洲富豪爱来此地冬季滑雪 此外 若你有机会搭乘滨和列车 将会得到非凡的旅行体验 活动多样 滑雪只是圣莫里茨的一项 众多活动中的一项 你还可以参加马拉松 帆船赛 马球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美食诱人 在这里 你可以尽情享用各种美味的瑞士美食 如雪鱼塔塔 瑞士乳酪火锅等 冰上赛马 一百多年前 在圣莫里茨发明的冰上赛马 现在在圣莫里茨仍然存在 这在社交日历上 是一个重要的日期 伴随着最好的香槟 牡力 龙虾在前排观看尽兴的赛马 社区 圣莫里茨非常注重社区建设 瑞士圣莫里茨中国官网和官方微博 已于2012年开通 采用讲故事的方式 将圣莫里茨作为国际高品质旅游品牌 成功推广到中国的游客中 以上就是对瑞士圣莫里茨旅游景点的详细介绍 不论你是寻求冒险的旅行者 还是希望在美景中放松身心的人 圣莫里茨都将是你的理想之地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如需了解最新的旅游资讯和费用 请切记查阅官方的最新公告 或者通过可靠的旅行社咨询 总结一下 瑞士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有许多令人惊叹的景点 在这次节目中 我们介绍了瑞士必去的十大景点 包括少女风 马特洪峰 圣莫里茨等等 这些景点不仅有壮丽的自然风景 还有丰富多样的活动和美食 不论你是喜欢冒险 还是享受宁静的人 瑞士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但是记得提前查看 最新的旅游资讯和费用 以便做好准备 在我看来 瑞士的景点之所以受欢迎 除了其美丽的自然风景外 还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 这些景点不仅提供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观光机会 还能让游客深入了解 瑞士的历史和文化 在这些景点中 你可以欣赏壮丽的山脉和湖泊 参加各种户外活动 品尝瑞士美食 甚至在一些独特的活动中 体验瑞士的传统文化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瑞士的旅游景点 有什么疑问或者其他的建议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YouDo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